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讲讲我最想去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接龙游戏 首先,多谢五哥为我们想了这个游戏 当然,也要多谢其他有份参加的朋友 如果没有你们这么多位,我也没得玩这个游戏 一看到题目,想都不用想 我脑海里面就弹了我最想去的地方出来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张图呢? 它就是绍兴的顶湖山 顶湖山我都去过很多次 实际上去过多少次,我都忘记了 和家人也去过 和同学也去过 和朋友也去过 最近去那次,也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 之后,我都没有再去过旅行 这么久没有去旅行的原因 因为我和几位朋友 在工作或者家庭上都有所改变 很难大家夹到时间一起去旅行 然后自己年纪一路路大 又更加不愿意移动 大概一年前开始 又很想去一下顶湖山 不是因为那里风景漂亮 虽然顶湖山的风景 都真的挺漂亮的 而是因为生活上 都累积了很多的压力 很多不同的压力 经济上的又有 人际关系上的压力又有 很想找个地方放低压力 很想找个地方可以自己静一下 很想离开现在身边的人 事、地 好像上一条片 《练金术士》所说 要离开一个自警习惯了的空间 顶湖山 是一个我对它既熟悉 又陌生的地方 熟悉是因为去过几次了 对顶湖山 怎么也有些印象 我是一个很怕冒险的人 很怕去陌生的环境 今次只是想去放松 并不是去探索 所以顶湖山 就是最对的了 虽然顶湖山和香港的距离 是很近 但是也不是近到 就这样拿着八达通 就去得到 也都很配合 需要离开一个习惯的空间 令我这么想去顶湖山 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空气质素 在网上搜寻负尼籽好处 负尼籽被誉为空气维他命 声称对身体好处多 例如消除焦虑 改善睡眠质素 降低血压 促进新尘代謝 提高脑力效率 暢顺呼吸度 增加胃液分泌 改善胃长度功能等等 在大自然环境中 海滨 山川香间 树林 瀑布等地方空气中的 负尼籽含量较多 因此也有负尼籽森林浴之说 建议人多去郊外走走 顶湖山的负尼籽最高含量 可以达到每立方尼米有十万个 空气真的很好 再去的话 我都只会在所住的宾馆附近 找一条小山径 慢慢地散步 坐下 看看周围的一草一木 听一下小鳥的唱歌声 或者是瀑布溪流的水声 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洗滴自己疲累的身心 下一位接龙的朋友 是幸福小馆 他会带我们去吃饭 又会介绍不同类型的产品给我们 看看这么可爱的馆主 他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祝各位happy每一天 拜拜